好 因为周里纠纷 狠心在三个月大女婴香香的奶粉当中 加盐扒了这位伯母邹雅婷 一审宣判出炉了 法官一成年人对儿童故意伤害致死罪嫌 重判她二十年 邹雅婷其实受压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报售有十公斤 不过也因为她的犯错 造成了三个家庭几乎破碎 狠心伤害无辜子女的大伯母邹雅婷 不知是寝食难安还是有心忏悔 被收压一年竟然报售十公斤 但法院认为她罪性重大 依伤害致死判处罪重其刑二十年 完全无法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因此量除有情徒刑二十年 连我自己都想不到 我也希望我可以自己把身体养好 再把香香再生回来 妈妈的心完全碎了 事情过了一年多 她和先生还是无法将香香给生回来 因为陈妈妈的出现 让失宠的周雅婷心里不是滋味 开始一连串的报复行动 先是在床头钉钉子诅咒对方流产 甚至香香出生后 还连加四次盐巴在奶粉里 最后一次竟然加了巴掌大的双倍分量 造成香香躺在医院 器官急性衰竭死亡 手段相当狠毒 而婆婆也因为太过哀伤 在案件审理期间撒手人寰 暗潮汹涌的酒礼关系 竟让三个家庭直理破碎 没有说什么原不原谅啦 因为我们只是想要过去 其实生活是这样而已 大伯母的嫉妒迫使成 妈妈一家人远走他乡 离开伤心地 她自己也见不到两个孩子 只能由公公一人隔代教养 遭到忽视的家族关系 成为无法挽回的人伦悲剧 记得程陆寻方场义台北报道